很多僵尸都会特殊技能 那么除了巨人僵尸之外 你还知道哪些壮汉僵尸呢 1.章鱼僵尸 能把手中的章鱼丢向植物 2.雪曲僵尸 除了有点强壮外 冒死你最要变化 3.冰封球掌 能吹出寒风冰冻植物 4.接机僵尸 手轮游戏机的塔并没有想象中弱 5.野人僵尸 6.全明星僵尸 7.寿司师傅僵尸 你觉得它们之中谁才是最厉害的呢 你认为植物们释放什么能力 能对僵尸造成最大的伤害效果呢 是爆炸 暗影等效果呢 其实我认为穿透效果才是我心目中的神 那么你们知道哪些植物带有穿透效果呢 今天就让贝贝来告诉你们吧 1.回旋标手 2.地刺 3.钢地刺 4.猪笋 5.激光豆 6.大喷菇 7.西人掌 8.熊火猪炮 9.石蓝探索者 动动小手给个三连再走吧 上期盘点了残缺还能战斗的植物 今天就让你们看看 僵尸残缺后会发生怎样有趣的事呢 我们都知道四肢健全的僵尸战斗力可不是吹出来的 普通僵尸就算了 因为测试出来也就那样 让我们来测试一下特殊的僵尸吧 首先用地聚草招待他们 二爷 二 挖掘僵尸 三 防暴僵尸 三 防暴僵尸 四 防暴僵尸 太阳能僵尸 太阳能僵尸 6. 死神僵尸 7. 猎人僵尸 8. 吟阳尸 8. 营养尸 8. 营养尸 8. 赶金氯 9. 张春 9. 赶金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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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的是 红魔僵尸丢失手臂后 竟然召唤不了僵尸 你还觉得哪些僵尸残缺后 会有哪些变化呢 动怒小手给个三连再走 我们都知道四只剑拳很重要 所以植物们也会受伤 但是你知道有哪些植物 被僵尸攻击后不会立即死亡呢 1. 甜菜复位 受伤后身上的叶子会变少 3. 樱桃炸弹 和僵尸同归于尽头 会有一个小樱桃停留在原地 3. 樱桃炸弹 4. 玛丘的小日宽 你以为他没有后手准备吗 种子爆炸的伤害不高 但是代表了决心 5. 甜薯 本身就是用来诱惑僵尸的 能忍受剧痛坚守在原地 6. 大蒜 虽然很多僵尸都不喜欢他 可是极甲僵尸可不挑食 7. 原始坚果 能攻击僵尸能治疗自身 遇到攻击后会冤枭 8. 游离 7. 宇宙 7. 宇宙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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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宇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后你还知道哪些植物残缺后依旧在战斗的呢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贝贝 记得点赞三连再走哦